大家好,我是阿俊 今天為大家帶來近戰曲軸小介紹 那目前這一支的話是 星達5ML拉350條的曲軸 那右手邊這一支是原廠近戰的曲軸 行程是57.9 曲軸最容易磨損的就是連桿大端以及培靈 那有很多異音就是從這邊來的 以更換好強化連桿高速培靈的曲軸 曲軸組裝好都需精準度調整 那機油濾網要記得清洗 一定要把它轉下來 因為裡面很容易會有鐵屑 然後再轉下來 再轉下來 曲軸培靈座使用公里數達到的話 也容易導致異音出現 那在這邊我大概示範這個 培靈 它的鬆緊度 還是要以這個 測量工具下去測量會比較好 油風要記得更換 油風要記得更換 以免硬化漏油 像墊片啊 還有歐令谷啊 就是護油圈 都需要更換 好接下來取軸已安裝定位 檢查機油幫普及安裝 才不會導致機油無法進入油道 然後讓你的車縮剛 好接下來我們就安裝 發電線圈及電盤 塑膠老化高轉速容易爆風扇 所以我們更換高性能風扇來提升馬力 我們看到可達11000轉RPM 也可增加馬力 一般我是建議大家 如果我要自行DIY的話 那能夠使用這個扭力板手是最好的 比較不容易導致螺絲斷裂 或者是滑牙的這個狀況發生 接下來我們安裝後輪以及排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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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些螺絲使用久了要記得潤滑 或者是換新的 不然很容易在拆裝的過程就導致斷裂 好的影片到這裡下半部完工 如果各位朋友欣賞我的影片的話 麻煩點擊訂閱開啟小叮鈴 想知道改車也可在下方留言讓我知道 可以看到 FORCE 改傳動 起中 中尾 中尾